新朋友舊朋友 大家好,我是Ocky 歡迎大家收看頻道全新系列Gamedigger 這個系列並不是為了幫大家發掘新遊戲 而是希望可以發掘一下 探索一下和分析一下 遊戲界面的新聞和花生 可以給大家一個平台一起吃花生 除了新聞之外 有需要的話 更會對遊戲內容做一些深度的分析 希望這個系列出了之後 大家買股票日日升 溝女溫就是百發百中 多謝 而今集的題目就厲害了 第一集的主題就是 今個月超級熱話 暗黑破壞神二重製版 Diablo 2 Resurrected 開始之前大家如果喜歡或者支持Gamedigger的話 記得點個like 和subscribe channel 以後就不會錯過之後的Gamedigger 暗黑破壞神二重製版 Diablo 2 Resurrected 就在前排9月24日正式推出了 首先這個遊戲 如果計算當年出碟的日子 是2001年的6月份推出 屈指一說 現在都成2021年 即是已經是20年前的作品 當時可以說是風魔一時的遊戲 也是當年網吧佔有率不少的一款遊戲 所以絕對是有資格成為最粗的感動 不過其實老實說 又味道真的夠到大家聽都沒聽過 如果大家沒概念20年前有什麼作品 到底有多久的話 差不多年份時間的作品 大家一定有聽過 就好像例如 98年9月份推出的天堂 02年8月推出的RO仙境傳說 03年4月推出的風之谷 04年11月推出的魔獸世界 不過以上幾款遊戲 其實都有一些原因 是令大家未曾忘記過 就好像天堂那樣 就算當年沒玩過天堂 現在都肯定聽過天堂M 聽說之後還會出天堂W 仙境傳說和風之谷 作為最粗的感動 頭號鞭屍對象 加上現在一直都有更新 未聽過真的好打極有限 魔獸世界 但以往亦都好一段時間長驅巴哈榜首 而暗黑破壞神儀Diablo 2 就是當年差不多時期的作品 亦都可以說是20年前風魔一時的作品 就算你不是那個年代的玩家 我想都聽過這個名字 聽這個名字的時候 你都不會問誰是李克勤 正所謂不怕生錯命 最怕改錯名 今次暗黑破壞神儀Diablo 2 重製的名字 就叫做暗黑破壞神儀Diablo 2 亦都是非常有心思 不是特別的 Riserated的意思是指 Race from the dead And to bring the life back 指的就是從死亡重生 例如耶穌翻生 都可以用Riserated 說直白一點 就刮條絲出來變 明明在風格上 我個人覺得是非常配合到 暗黑破壞神系列的遊戲特色 喂 從死亡中重生 令大家是不是已經有種 無管動的感覺 而實際上 其實今次Riserated 真的好像剛剛重生一樣 那個餡是沒有變過的 重製出之後 大家最關心的應該就是 到底跟Beta是不是一樣 有沒有什麼新的內容呢 有沒有什麼改變呢 很遺憾和大家說 在遊戲內容上 是完全沒有任何分別的 對呀 不用FF了 一點點都沒有 不過大家又不用擔心和失望 雖然遊戲內容沒有變過 但畫質、特效等等方面 其實是做了很大的優化 首先重製版Diablo 它是支援4K的愛像度 技能特效、場景、材質 總之畫面上都全方位提升了 我自己覺得如果作為一個新世代的玩家 想感受一下懷舊遊戲的內容 是不錯的 有一個非常好的設計 就是如果大家很鬥M 想感受一下20年前的懷舊畫質 在Keyboard上按G鍵 就可以閃電式切換 感受一下當年的畫質 然後就... 就真的沒有延後了 除了畫面之外 內容是完全跟未重製之前一樣 有些Bug也是一樣的 這個重製簡直就像一個人為了用 然後弄一塊Angela Baby的面具套好它 然後按G鍵就可以隨時除掉它和放上去 內在的餡料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形容應該完美解答了 大家對改變了什麼 這個疑惑 值不值得買? 新手值不值得入坑? 討論這個問題之前 我要利身一下和大家 其實我從來沒有玩過Diablo系列的作品 但是我已經... 入坑的原因和感受 我之後再和大家講 說一下這款遊戲值不值得買 要討論探討這個問題 首先要把玩家的群體簡單分為兩種 一種就是鐵Fans 當年真的有迷戀過 認真玩過Diablo的玩家 另一種就是... 沒有玩過 沒有深入研究玩過這個遊戲的玩家 首先第一種玩家 據我了解 現在重製之後 因為內容沒有變 就是優化了畫質這一點上 很多舊的玩家都有潛似的意見 但在這裡我簡單借添笑的一句金句 有人說錢是萬惡的 不是每個人都玩 有人說女人是紅藍禍水 不是每個人都玩 你說有沒有道理 沒錯 每次講到最初的感動 我自己見到很多人上網 聽別人說 抹擦完之後都隔去買 就好像如果風之谷 remake 了 官方出了最初的版本 就算要付錢 我應該都會玩一下 重溫一下小時候的感動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 起碼這個遊戲 沒有把你最初的感動 改頭換面 換到不似人形 反而是原地優化了畫質 令你在2021年 可以感受到優化了畫質底下 重溫回最初的感動 我覺得這一點 在一個角度上 我覺得算是不錯的 第二種玩家就是 沒有玩過 沒有深入玩過這個遊戲的玩家 而我就是這一類玩家的一份子 一個人是不會無端八次入坑一隻遊戲的 大家有意思入坑的 原因大概 都是兩個 沒有玩過 但最近很HIT 想試一試 沒有玩過 身邊有朋友叫一起玩 想試一試 如果你是沒有玩過 覺得這隻遊戲很HIT 單純想試一下 我可以告訴大家 Diablo 2R 不是一款適合今世代的遊戲 因為這個遊戲 是20年前的產物 在遊戲內容設計上 都是20年前 很多反人性設計 20年前的不便利 其實都不適合現在的速食生態 簡單來說 例如這個遊戲 是不會有無腦的任務導航 沒有人會教你買什麼裝備 什麼技能點 隻王怎樣打 大量複雜系統 加上接近沒有的小量內置遊戲的教學 如果不是網上一步一步看攻略 真的會回你很多時間去研究 就好像我單上來第一天 第一張任務 任務點全部都要自己找 記得第一張 跑到呂伯爵的高塔 一進門口就被人圍死了 發現身身符符打回來的裝和錢都噴殺 要跑回去收拾的Hardcore設計 身身符符跑圖跑了一半 未找到記憶點 突然斷線 然後上線發現自己被人傳了回去主城 地圖更難看 要靠自己的記憶記住路線 總之這遊戲充滿著各種在今世代的不便利設計 真的會令你很歐頭 我知道我這樣說好像很極端 但沒錯 這些就是以前遊戲的玩法 同時也是以前的遊戲的魅力 每一個成長都是靠一步一腳印地踏出來 所以單純是想嘗身的朋友 我建議大家要畫多畫少都要有些心理準備 這個不是一款不用腦就可以隨便玩的遊戲 就算畫質上提升了 其實老實說 又未真的去到做到出色的質素 單純是比以前做到漂亮了很多 而且相信大家已經聽過很多人說 如果想嘗試Diablo 2這類遊戲的朋友 不如去玩POE吧 不過反過來 如果你做好以上的心理準備 想體驗一下Diablo 2的魅力 這款遊戲三百零四百元 是絕對值得你買的 遊戲內容是不會令你失望的 另一班人就是被朋友拉過來一起入坑玩的人 我個人的感受就是Diablo 2分兩種 一種就是有朋友的Diablo 另一種就是沒有朋友的Diablo 因為在不入房連機的情況之下 Diablo 2其實就是一款20年前的單機遊戲 就算你入了陌生人的房間 你只不過是感覺到多了幾個天秘一起打 但是如果啦 你的朋友跟你一起玩的話 那就完全不一樣了 你問問你自己啦 在這個年頭 你有多久沒有約過朋友 一起玩Nine Game 差怪打Boss呢? 我不說其他啦 大家還記不記得 前幾個月推出的Monster Hunter Rise 你猜真的那麼多人喜歡Mon Hunt嗎? 你猜真的那麼多人有玩過以前的Mon Hunt系列嗎? 其實很多人都是因為身邊朋友有玩 想加入然後重溫一下 跟一大班朋友一起打遊戲的樂趣 如果呀 是找到這種感覺的 我覺得這幾百元是完全值的 不過關於跟朋友一起玩呢 有一點是要超級認真提醒大家 這隻Diablo 2 Reserated 可以在PlayStation Windows Xbox Switch 四款平台玩的 但是這四款平台呢 只可以同步的進度呀 是不可以跨平台一起玩的 就是說 如果你的朋友是買了Switch版的 而你是Windows版的 如果你不單獨再買Switch版的話 I'm so sorry 你們只可以永遠傳媒在這個平行時空的 我自己就是買了PC版 同時又買了Switch版的低能仔 未來呢 我不知道會不會開放跨平台玩的 我不知道啦 但如果你不想發生你的朋友 跟你不是同一個平台 導致不能一起玩的車 要無緣無故再花幾個水去買第二個版本 你就千萬千萬要記得這件事了 去到這裡我總結一下 原汁原味 最初的感動 情懷這幾個字眼 對老玩家來說 就好像你女朋友 見到限量版三個字一樣 是完全沒有抵抗力的 調完之後就走去買 而我作為一個 鬥M新手入坑玩家的感受 如果有時間去玩 你又做好心理準備 這款遊戲三百零五元 趁機會用高清的畫質 去體驗一下 當年你的朋友和表哥表姐 心目中的神作 其實都算不錯的 但這款遊戲 在2021年的賣點 就肯定不是內容的完整性和豐富程度 如果你沒有回憶 又是獨憾 沒有朋友跟你一起玩的話 用2021年的價錢買20年前的遊戲 你不如去買84劍麥樂雞吃吧 好啦 今集的GameDigger 去到這裡差不多了 無論如何都好 我已經入坑了 不知道大家聽完之後 會增加了你買的決心 還是不了呢 我就PC版和Switch版都有了 如果想一起玩的話 就一起玩吧 好啦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個Like 如果喜歡GameDigger 這個系列 記得Subscribe這個Channel 我是奧斯卡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ubintour 4 4 5 1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